台湾是否走向废死 37名死囚申请试线 宪法法庭经过公开辩论之后 在今天下午宣判 死刑核线 但是限缩适用范围 只有在情节最严重之犯罪 最严密的诉讼程序 被告没有精神障碍 或者是心智缺陷 这三大要件均齐备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判死及执行死刑 也就是说现今的37名死囚 如果认为自己的案件 缺乏了其中任何一项 就可以请求检察总长 提起非常上诉 关乎37名死囚犯的生死 宪法法庭20号下午宣布 失线结果 死刑核线但限缩适用范围 仅得适用于个案犯罪情结 属罪严重 且其刑事程序 符合宪法最严密之 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这情形 于此范围内 与宪法保障人民生命权之一旨 当初无为 包含罪老死囚王幸福 关最久死刑犯秋和顺的37人 通通都能提出非常上诉 因为事件后死刑不只得符合 犯罪情结最严重 且法律程序最严密要求 还得由合议提三位法官 以致同意 且三审应该要言辞辩论 才能决定死刑 另外嫌犯若符合精神障碍 心智缺陷的条件 也不得处以死刑 这种无差别式的杀人 或是这种大型的这种暴力 或是恐怖攻击的案件 那会达到最严重的程度 最严谨的标准 也就是说要达到毫无瑕疵的程度 才可以在未来的时候 再做死刑的宣判 换句话说 判处死刑难度大幅度提升 恐怕变得名存实亡 前年8月台南市警员 同名城曹瑞杰查赃车 遭嫌犯林姓吴歌猴惨死 才刚宣布死刑 像这样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 又该怎么接受 死刑核宪限限缩适用范围 看似进一步保障被告人权 但就怕欠缺相关配套措施 无法还给被害家属公道 还进一步造成社会对立 记者综合报道 宣法法庭在今天做出了 死刑核宪限限缩适用范围的判决 那么宣法法庭认为 犯下强盗杀人案件的黄春琪 陈一龙 以及曾经被认定有心智缺陷的 金氏媳妇林云如 卡拉OK纵火无死命案的林旺仁 以及枪杀友人质量死的沈其武 这五名死囚 因为有程序上保护之必要 可以透过检查总长提出非常上诉 而至于其他32名死囚 如果认为自己并非案件 情结最严重者 也可能透过非常上诉来翻盘 而对于这样的结果 遭到林云如毒杀的被害家属 难以接受 37名死囚中唯一一名女性 金氏媳妇林云如 沉迷六合彩 2009年连杀妈妈婆婆和先生炸宝 2013年遭判死刑定验 不过宪法法庭针对死刑 作出核线但线缩的判决后 林云如就有机会翻盘 法院对于有精神障碍 或其他心智缺陷 自行为使辨识行为违法 或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 远助降低之被告 均不得科除死刑 除了林云如还有犯下卡拉OK纵火 无死命案的林旺仁 枪杀友人治两死的沈其武 在法院审理期间 三人都被认定有程度不一的心智缺陷 导致诉讼上自我辩护能力明显不足 而犯下黄信负伤绑架撕票案件的 黄春旗陈亦龙 两人又是被依 1999年修法前的鲁人勒鼠 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如今这五人都可以透过检察总长 提出非常上诉来平反 视线结果让被害人家属难以接受 其实其他32名死囚 如果觉得自己犯罪 并非个案情结属最严重者 也可申请非常上诉 未来检察总长如何依个案状况 为死囚翻案 势必成为司法关注焦点 接着插会周玉婷台的报道 其实要对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台东小米粽食物中毒案 酿成三个人不幸死亡 卫福部在今天公布了 简体泼服松的五样食材定量分析结果 结果在这个蝸牛小米粽 食余简体是224ppm 其中又以小米的浓度是最高的 高达了405ppm 这个超标的数值 与过去市场稽查的不合格结果 差异甚大 而另外 还在征信阿嬷的家族 依照法医对台东金风商 集体食物中毒案死者 解剖取样 厘清真相 另一边食药署也公布 蝸牛小米粽食欲减体及内部 五样食材农药托福松 定量分析 小米粽里面把他的食材分成小米 比如内叶猪肉和锅牛 还有竹笋 发现小米的浓度是异常的高 是在405ppm 结果出炉 蝸牛小米粽减出浓度为224ppm 其中小米浓度最高达405ppm 内叶猪肉 蝸牛竹笋分别为150 60 42 32ppm 小米托福松严重超标 实在不寻常 超标的这一个食材或食品 的这个浓度差异甚大 所以说跟一般情况 我们检测到有一些 食材农药超标的状况不一样 这次验到浓度很高 我买这个外面的小米 一定买很多年很多年 跟台北听着说出事 在台东贩售多年的小米业者很纳闷 目前小米多半是越南进口 贩售多年 从未听说过有农药残留问题 此外食材署人员也到 甄姓阿嬷家中采集第二批 共6件减体 包含扫米粉 盐 味精 酱油 蒸煮过的涂抹柿子 还发现一包已拆封的法台宝 芬普尼以及一只死亡蟑螂 一并送去化验 芬普尼是一种广效性的杀虫剂 毒性是刺激蓝镖 国内已经禁用水玄剂 市面上仅能找到这种立剂款式 和托福松成分差很多 家属也表示 这是拿来杀蟑螂和蚂蚁 而根据台大法医所回报 收件的八名个案检体中 均验出托福松 跟食药署检验结果相符 农药从何而来 到现在还是谜团 有待检调持续理清 借组报道 高雄林雅区有一栋老旧大楼 在十多年前 由于隔壁新建案施工不慎 造成了大楼倾斜 就在管委会跟建商诉讼期间 有一名张姓房仲就透过法拍 购入该大楼中的一间套房 并且转手卖给了陈姓买方 但是房仲却隐瞒 大楼倾斜零损的状况 买方搬进去之后 才惊觉买到了瑕疵屋 而现在检察官认为 房仲涉犯 诈欺最嫌起诉 树立路口 这栋十多层楼的大楼 曾经因为隔壁新建案 施工不慎 导致倾斜损毁 但后续竟有不肖房仲 刻意隐瞒 将房子转手卖给不知情买方 房子有任何问题 本身就一定要告知买房 应该在合约书上讲清楚 这栋位于高雄林雅区的大楼 已有42年屋龄 2014年由于隔壁新建案 疑似为做好地基工程 导致大楼倾斜 后续管委会跟隔壁建商 施工厂商缠送近十年 缠送期间 一名张姓房仲 透过法拍 买下大楼内的套房 先是出租 再以总价220万 卖给陈姓买方 适合买方入住 出席区分所有全人会议 这才惊觉买到瑕疵屋 怒告诈欺 隐匿影响房价的重要交易资讯 认为涉翻诈欺最嫌 予以起诉 实际测试 只见大楼地面倾斜 水平往低处滚动 尽管房仲盗案 否认隐瞒房屋瑕疵 但检方调阅 大楼区全会出席签道部 不仅发现张姓房仲曾出席 另外在不动产买卖合约 现况说明书中 是否有倾斜 零损等栏位 都勾选否 认为房仲刻意隐瞒 成男他可以请求解除契约 或者是减少家庭 来维护他的权益 如今这名房仲 涉犯诈欺最嫌 恐怕难以卸责 借高中这么的 感谢观看